画面中看到乌军在误夫长斯克从高处轰炸俄军阵地 紧接着乌克兰国家警察怒火驴也到瓦力堆里清理俄军阵地 跟着镜头环十一周出现大量碎片残骸 现场残破不堪 乌军持续投地手榴弹并找好掩护扣下扳机 近距离再次确认现场是否还有俄军残兵 另一方面看到盾内刺客前线 俄军出动战车群展开机械化进攻 为了却被乌军打个正着 乌军再次从原处轰炸俄军战车 成功摧毁三辆战车击退俄军这波进攻 农民黑烟不断窜身天际 画面中看到 这座位于乌克兰奥德萨的连锁超市仓库陷入火海 货舍不断窜出 俄罗斯这回祭出飞弹空袭 除了超市仓库起火燃烧 周围的住宅建筑也遭到破坏 而俄军这场行动也被视为报复手段 事实上俄罗斯外交部昨天跳脚怒轰 乌克兰23号用美制的飞弹 袭击克里米亚造成死人死亡 更警告美国要对此赐福后果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今天也反击回应 强调军援乌克兰是为了让乌克兰捍卫领土主权 美国挺务强硬表态 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回向俄罗斯非法并吞克里米亚 接下来将会真整体报道 占罗斯外交关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